弟兄姐妹早安 感谢主非常的喜乐 我们可以在空中相遇 我们不但在一起读圣经 我们也一起在圣灵的恩高中 做一同来承受今天上帝所要给我们的祝福 现在我们要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第十章二十四节到三十三节 二十四节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又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亚 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 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 伏伏在他脚前拜他 彼得却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 彼得和他说话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 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 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熟而不洁净的 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 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识呢 哥尼流说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生猪的祷告 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 哥尼流你的祷告以蒙垂听 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了 你当打发人往约怕去 请那深呼彼得的西门来 他住在海边一个消皮将西门的家里 所以我历史打发人去请你 你来得很好 现在我们都在神面前 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 那第五姐妹你看见彼得呢 这一段非常重要的一些的分享 他想到他自己本来的意思 他觉得我们犹太人跟外邦人来往是不合理的 他说但是神已经指示他 无论什么人来 不管他是什么 是犹太人是外邦人 都不可以把他当作熟而不洁净的 第五姐妹上帝三次从天上 用那个三个布最下来的这个意象 来教导彼得 告诉他说神所解禁的 你就不可以当作是熟而不洁的 熟而不洁的 那亲爱的第五姐妹 真的我们要不断不断的改变 他说本来是不合理的 以前在旧约的时代 YES是对的 就是这样子做的 他们需要杀牛杀羊献祭 我们外邦人是无权无分无纪念 弟兄姐妹感谢主在新约里面 却完全改变了 为什么 因为耶稣 希伯来书说 耶稣一次献上他的自己 就完全的救赎的工作 救赎工作 所以感谢主 以前在旧约是对的 可是在今天呢 在新约里面 却未必是对的 我们必须要一直的跟随 圣灵的引领 我们敏锐圣灵的动向 所以今天圣灵的带领 不代表说明天后天 大后天十年以后还是这样子 不是的 教会最怕的是老化 僵化 硬化 从教会的历史 我们就知道很多的时候 前一波的复兴 就成为后一波复兴的拦阻 那弟兄姐妹 感谢主 教会也是 教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我们一定要不断不断的突破 不断不断的突破 跟随圣灵走在圣灵喜悦的道路里面 一年以前呢 我们的主日呢 都是和士林母堂的连线 那所以前三年呢 我们开堂以后 前三年的每一个主日呢 都是这样子的 我们一起在那边敬拜 我们这个气息 全然都是跟着士林同步的 跟他们一起崇拜 一起崇拜 但是呢 这个 这个去年呢 就是我们进入第四年的时候 神就新奇环境 我们必须要开始自己的 自己的崇拜 我们需要开始自己的敬拜团 我们要开始自己的 自己传讲信息 全传讲信息 那为什么以前这样 现在又改呢 刘姐妹 我们知道 因为那是圣灵的事件 圣灵觉得 我们现在时候到了 我们应该要自己建立我们的敬拜团 我们应该自己分享我们的信息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主 去年的 去年的 就是我们三周年的 唐庆完了以后 我们就开始 我们就开始 我们自己来建立 我们自己的聚会 我们自己的聚会 那弟兄姐妹 感谢神 经过这一年 我们就看见 当我们这样的进行跟随 刚刚开始真是不容易 因为我们没有敬拜团 现在忽然间 又有一个敬拜团 那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感谢主 我们的同工就尽力的 来配当 我们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突破 所以当我们进入 在我们第四年 就是我们第四周年的 唐庆的时候 上帝已经赐给我们一个 新的会堂 就是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聚会的地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感谢主 当我们不断突破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 神的恩典跟许多的祝福 就远远不绝地临到我们的身上 那弟兄姐妹 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都是一样的 在我们个人的生命的带领 也都是这样 第一年你来到教会 你当然是接受带领牧养 你就参加生命更新 然后门徒建造业 在第一年开始 你就可以开始学习 简单的侍奉 简单的服饰 可是第二年 你不可以再保持这样子的情形 你必须要开始进入领袖金兵营 你开始要参与 这个幸福小组的运作 你要做辅长 或者是做核心的同工 你不再是在旁边观察的人 你需要开始来学习 做一个领袖 那第三年 你当然你就要更加的成长 成为一个细胞小组的小组长 所以每一年你都要学习 多一个新的服饰 增加一些的侍奉 虽然是要付出很多的代价 但是你会发现 你会得到的是成长的喜悦跟祝福 你知道我们教会叫恩宠 那恩宠 神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恩惠 很多很多的特别的恩典 这叫做恩宠 那其中有个恩惠是什么呢 就是你会得到一个成长的能力 你会得到成长的激励 你也会得到成长的祝福跟喜悦 第二姐妹 主与你同在 感谢主 感谢主 昨天的已经过去 那主给我们的事 叫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要得着那从上头 召我们来得的奖赏 主与你同在 感谢主 美好的事必要发生在你的生命里面 阿们 阿们 谢谢大家